新北市有沒有估計過說 在這樣子的匡列跟隔離的政策沒有改的情況之下 新北的民生可能多久會受到衝擊 因為像台北市長柯文哲說 他估計台北市大概在一個禮拜就要停擺了 如果現在政策繼續下去 這段時間我也不斷的跟中央溝通 所以我們率先為了不讓醫療量能充滑 我們就推了居家照顧 因為新北市的確診個案 都市的密集度 全國最高再加上人口最多 所以相對的整個確診案例 我們必須要提早做部署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居家照顧率先推動以後 那可以減緩我們的醫療量 那因為我們擺的位置是在 中重症以及高風險族群 不讓醫療量能拖垮 所以前端居家照顧的再前端 居家隔離這個部分 在前一段時間 大概有一個禮拜之前 我一直跟部長反應 希望部長能夠就這一部分做好調整 因為唯有調整量能到居家照顧 才可以讓我們的目標非常清楚的 整個醫療量能不會受到衝擊 也讓我們所有工會體系的人員的轉換 能夠應付住 所以大概一段時間我已經跟部長說過了 尤其說的方式也跟部長講得非常清楚 那部長就這部分其實也有在檢討 那我昨天看到部長 看到部長有做了一些公布 那這些公布大概 他分了三個策略去做調整 這三個策略的調整 再加上有人建議以篩代格 其實這些都是我曾經跟部長 私底下也有做這些建議 能不能說這三個條件的人 前後再來處理整個犯寬的策略 我覺得昨天晚上公布以後 覺得是緩不計劑 因為目前整個居家隔離新北市是2萬多 那2萬多的居家隔離 這裡面很多的程序要做 再加上既然目標很清楚 擺在中重症擺在居家照顧前端 居家隔離就要速度的做好調整 所以這個部分部長雖然公布了 但是我覺得沒有辦法適時的解 現在的整個重點的目標 所以反不計劑 我們必須要更快速的調整部發 所以認為說快篩代替隔離這件事情是公布的太慢嗎 還是你覺得應該要更快實施 或者你是覺得說核心性比較不足 其實我們一直來看一件事 就是在以篩代隔這個策略裡面 部長提出了三個方向 這也是我們之前一直給他建議以後 他做了三個方向 那這個方向確實是環不積極 我們公務體系面臨的壓力以外 更重要的目標是在醫療量能 我們應該鎖住醫療量能才是 我們不斷的要開集中檢疫 不斷的要去做好去家照顧 然後把醫療量能保住 這是我們的目標 那以篩代隔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要加入相對的配套 幫他更完整 所以這過程當中 我們就必須在我們的這個中央體系底下 在整個開放的過程當中 當然要整個速度的轉換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能夠讓整個公務體系 能夠承接以外 更重要的讓他更快速的達到 我們保有重重症 以及高風險族群的醫療量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以篩代隔絕對是這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那再加上我們要有一些配套 去支持這樣一個方向 那這個配套 部長講了三點 其實環不積極 我們準備要把它做得更完整 我們找一個時間 再跟大家做一個報告